我昨天出了一個網誌 介紹了我們未來的會計行業監管的改革 其實這方面是一個大勢所趨 你看到不同的世界上的金融機構 或者是金融中心 其實都在說 怎樣可以在會計監管方面 能夠有一個獨立於行業的監管的安排 這個獨立的監管 雙方行業意見是一個國際的大趨勢 第二 一個大家都關心的 我們開始了諮詢之後的很多回響 或者一些意見 就是為什麼現在呢 大家看回其實在189年 當我們去修訂財務會告局的條例 其實都說過 就是希望以這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去引入這個改革 還有另一方面 財務會告局在運作以來這一年多 其實各方面 無論是他們在監管方面 無論是他們在研究方面 以及去促進不同市場之間的監管合作方面 其實都是有一定的一個進展 所以在這一方面 在一定的成績方面 都是看到的 是大家看到的 也就是一個時機 變成它能夠在功能方面 有一個新的安排 變成它能夠拿一些 可能以前不是在它做的功能 可以現在轉移到那裏 第三 其實大家都可能聽過很不同的意見 就是說諮詢 其實我們現在是在諮詢中 也都開始了諮詢 因為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也在見包括會計師工會 以及主要會計師工會 也包括在接下來 我也會繼續這方面的 這個業界方面的溝通 當然不僅是業界的 也包括一些 會計資料的用家 包括公司等等 或者是基金的一些機構等等 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提供者 而是這些資料的一個用家的角度 提供多一個角度給我們 所以這些的諮詢 其實是開始了進行 也都繼續進行 這個是清楚的